根据朝鲜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16号朝鲜第九届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在平壤开幕 朝鲜著名女歌手牡丹风乐团团长贤松岳出席大会 这也击碎了之前韩国媒体有关贤松岳已经被枪决的谣言 根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报道 金济南崔龙海等朝鲜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并且传达了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至全国文艺工作者的信函 牡丹风乐团团长贤松岳当天是身着军装在大会上发言 称牡丹风乐团的创作精神创作风气是仅仅跟随着金正恩的革命计划 为了创作出一个好作品不惜粉身碎骨献出生命 韩国朝鲜日报在去年曾经报道朝鲜歌手贤松岳 涉嫌制作和销售淫秽物品被公开枪决的消息 朝中社随后发表评论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 并称诽谤者应凌迟处死